所以你剛剛講說 林哥 我必須講 就是說第一個 我沒有聽到有柯文哲去講說 他們就是要放棄這個臺北換新竹 他最早他本身嘴巴沒有講 但我覺得在座都是跑政治 跟做政黨的前輩 即使明著說 我在這個地區不提名 然後換我跟你的合作 用你來提名 大家都已經不相信這件事情了 都不認為會真心合作 各個光是這種沒有白紙黑字 我們兩個師教教 范老師我們兩個講好 我們互相幫忙 我放棄那個誰誰誰 然後換取你跟我合作 你覺得哪一個人會相信 可是問題是 你剛剛提到說盧秀燕 我老實講盧秀燕非常聰明 他先去跟林根人站臺 然後再去跟高宏安同場 因為盧秀燕非常清楚的知道 林根人是藍營的代表 但是高宏安是反律的代表 這層次不同 盧秀燕當然全撈 你國民黨的他不可能 所以他被問到的時候盧秀燕怎麼說 我的立場很清楚 很清楚什麼 然後呢 你自己猜 你自己看 所以我覺得他當然希望是囊括 那一盔非綠之外的這個選票 那問題就回來了 臺北市呢 現在盧秀燕是藍營的代表 我覺得這個沒有人會懷疑啦 但是盧秀燕有沒有大到 讓大家覺得他是一個反律的代表 這就是剛剛我們提到了一個正三角的概念 如果到最後他不是這樣 到底這場臺北市市長的選戰 是要拿來成為反律的選戰 還是最後會成為一個反藍的選戰 這裡面就會牽扯到最後 如果真正談棄保的時候 是哪一邊會發生的情況嗎 范老師現在看起來的話 你剛剛講深蹲這個議題啦 或什麼什麼那些議題 他在整個大選戰 你叫戰一場一場的戰役型的吧 那有些是拉到所謂的戰略型的 這些問題 譬如說韓國瑜要不要來幫忙 他一來會被掃到整個譬如說桃園 如果桃園去張君也在節目講過南桃園 如果要是韓國瑜去 那整個風旗雲湧 然後現在媒體上他們連北桃園 是不是要拿下來 或什麼這些 可是對臺北韓國瑜如果來 來以後到底是對一樣這樣子 還是可能會出現反效果 他這個就不同了 他影響的不是一區一地 他影響的可能是整個戰略上都會 那未來的選戰都會受到影響 那要不要 兩難 因為我覺得臺北市終究是一個都會區 而且即便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基本上都是只為知識藍 精英藍 那我們知道 我認為蔣安安他的父親 蔣向妍 跟當時他在國民黨也是重要政治人物 也當過黨的秘書長 他跟韓國瑜其實就兩種截然不同的藍 韓國瑜是草根藍 跟你在路邊喝高粱 唱歌什麼 那蔣孝妍是國民黨的高官 他是一種知識藍 精英藍 就我認為他們過去 即便都在國民黨裡面 可是應該是沒有什麼交集 因為我也不認為說 這個韓國瑜會幫蔣安安站臺 沒有什麼太多的這種互動 而且蔣安安還講過 韓粉是不理性的 我想這個韓國瑜也知道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來找韓國瑜來 他不曉得會不會是兩面刃 有得分 可能失去更多 然後會不會反而是幫助了這個黃珊珊 所以我們從美里島這個電子報來看 蔣萬安並沒有大幅領先 黃珊珊是緊追在後 所以稍遇不慎 可能就會翻船了 所以你看他早講這個 什麼深蹲 公車要深蹲 這個東西我會覺得又出現幾個事情 這個問題不在大小 關鍵在你怎麼處理這個危機 第一個就是說 他一開始他是閃躲的 因為記者會覺得 怎麼會講這個東西 他說我只是一個舉例 可是這個場合是這個 臺北氣候行動博覽會 而且你是市長候選人的身份去 那黃珊珊也去囉 陳時中也去囉 所以這個時候你講這個深蹲 公車深蹲 很多人就覺得說 你這個是不是政策 所以大家會放大檢視 所以你不能說我這只是舉例 你舉錯例了 好 那舉錯例 那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這個稿子 你演講稿 應該是幕僚幫你寫的 你看到這一段 你不會覺得奇怪嗎 還是你根本沒看 你就糊塵吞藻就照念 那表示你在做這個公胎發言的時候 你是非常不仔細的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你事後你又不敢面對 大家叫你蹲 你又不是一閃躲 記者追著你跑 就覺得你不敢面對這個問題 好 那今天他終於蹲了 因為大家一直逼 他蹲了 你看 他旁邊的幾個人都快蹲不下去了 都快倒下 不然是這個政策 大家會懷疑 小王安也蹲了 他還說兩分鐘要蹲二十下 那膝蓋不好人怎麼辦 蹲下去起不來 起不來就公車跑掉了 那怎麼辦 所以大家覺得 等下一半 有沒有人說可以用別的方式 會特別用仰臥起座來派遞 或者用這個福利挺身來代替 不要多深蹲 因為很多阿嬤阿嬤膝蓋不好 而且蹲下去 如果這個騎不來 旁邊一個人站出來說 要不要持微鼓勵 賣給你 另外一種行銷方式 也不好 而且事實上在實行上 也有一些困難度 所以大家會覺得 你怎麼會想這個東西 而且你事後的處理態度 所以我覺得 而且講完後來蹲了 我看他有沒有 他有沒有兩半鐘二十下 他的姿勢蠻標準的 可是沒有二十下 可是范老師 剛才講到這些 不管在臺北跟新竹 現在大家在真的都是 你現在突然發現 剛剛人家唱了一個詞 就是你是叫做藍軍代表 還是叫做非綠代表 或反綠盟主的代表 現在不管是高宏安跟林根仁 當然他們兩民調看起來 有一點點的差距 可是蔣萬安跟黃珊珊 顯然大家都在真的 已經不是單純一個藍營盟主 而是誰是非綠的盟主 所有這些叫做泛藍系的 就全部挺你 管你叫白營的藍營的 叫什麼 就全部挺你 現在就這樣 所以盧秀燕 盧秀燕洞見觀瞻 他去林根仁的地方 舉林根仁的手 說唯一支持 可是當高宏安到新竹拜訪的時候 當然政治人物都知道 你可以閃可以躲 可是他也沒有閃也沒有躲 他非常大方的接見 所以這又有另外一番的想像空間 就任君剛講 所以高宏安在真的 就是所謂的非綠盟主 他就拿這個地位 誰現在如果拿到這個地位 等於就是未來這場戰爭 就是綠跟非綠之間的戰爭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林根仁現在變成 國民黨的陌生人 就覺得跟你保持距離 你看黃山 那個盧秀燕我認為 他這樣做 真的對林根仁也是蠻不厚道的 你等於說沒有 他去那個地方 舉他手唯一支持 我不曉得他去的那個時候 有沒有答應高宏安 那你等於是先去給他 收收的啊 先跟你殺死一下 然後再去跟高宏安 那我覺得林根人會覺得 你你這個來是有目的的嘛 你是不是早就已經答應 因為我高宏安 今天到臺中市 盧秀燕派一個副市長跟他見面 都ok 他不是什麼建國市場嗎 我找到什麼市場處去 都也因為我不可能每天 我是直轄市市長 可是這個就有很重要的一個政治訊號 就是盧秀燕他是兩邊都不得罪 而且我認為他去答應高宏安 是不是 寒敦懷疑說是不是更高層 不是只是盧秀燕 因為我認為他要選臺中市 他要打敗蔡提昌 不難啦 他現在民調 他有需要說 我要那個高宏安的票 那個票 我相信那個人也會投他 那民眾黨在臺中也沒提名 但是我認為這背後 是不是大家講的更大的 就是朱立倫跟柯文哲 已經談好了 是不是臺北市我們就是要禮讓賈黃安 新竹禮讓高宏安 甚至還有更陰謀的 是什麼國民黨已經答應黃山山 選那個港胡的立法委員 就是我們我們國民黨就是 反正李彥秀已經是要選市議員了 就是讓2024 就是讓這個黃山山選 黃山山上次自己選過沒選上 這些都叫陰謀論 都出來了 但是我認為 我不覺得很難 為什麼很難 林根仁是當過六屆的市議員 是二十幾年 他的路上還是很強 我覺得如果今天有這種陰謀出來 而且是利益交換 林根仁第一個 一定會跳出來反對 甚至我認為他可能會退黨 他會覺得我被你國民黨出賣 我當作什麼 我當作魚肉在那邊賣來賣去 市場賣東西嗎 那他的支持者會憤怒 他的支持者憤怒之後 林根仁的票可能會更凝聚 結果我覺得千萬不要輕忽 林根仁在張地的經營這麼久 結果我竟然被一個 你高鴻安也是外地來的 結果你把我們新竹人當什麼 走他是最在地的 你說你說那個沈慧紅 沈慧紅是在新竹當副市長 他也不是新竹人 那等於欺負我們新竹在地子弟 欺負成這個樣子 那你就會憤怒 所以我這個人我覺得這樣反而會讓林根仁退 無可退 他就一定要往前衝 那另外說黃珊珊 黃珊珊我剛剛講那個 他現在民調也沒有如果說輸個獎 想要十趴 十五趴 那或許有可能 而且你如果真的 克文哲是這樣做 我認為也會讓很多黃珊珊 支持的憤怒 所以你當初提名他 你們是支持他 怎麼現在就翻臉不認人 而且這種政治交換是完全沒有理念的 只是為了利益 或者是剛才講過 是為了克文哲本身的利益 還有對朱立倫本身要選總統的利益 那這樣來私相授受 這個很容易被民眾看破 我覺得真的不要低估臺北市民的 他們的判斷 曉平要不要回應一下 一直有像這樣一些的 你說謠言也好 你說陰謀論也好 這些 國民黨要怎麼樣回應或正視這些事 我想在美國生的話 嬰兒是不是就是美國人 這稱為鼠弟主義對不對 那今天什麼叫鼠弟 我支持誰 鼠弟 當然到台新竹是幫他站台 叫鼠弟主義嘛 拿他手嘛 所以說盧秀燕到那個地方 他是支持林根人的意思 高盛安到台中去拜訪不算 不是 對 當然他他很對他很親切 然後他們兩個穿 跟姊妹莊 然後說不定會引起一些誤會 然後呢 可是重點是他 他的輔選區域 民眾黨就是台中 他認養的區域是台中 所以他跟那個 應該比一派熟一些 他跟魯秀燕 高盛安 魯秀燕 你說高盛安認養是台中 台中 是 所以他們很熟 他的名義是參觀建國市場 是考察 作為他山之子可以工作 作為以後我當市長 我市場要怎麼搞 要不要學建國 對不對 但這個就公共政策嘛 當然會有一些誤會 可是這個這個跟那個戰臺 屬地主義 唯一之子 還是有長路上的差別的 第一件事我要講的 第二 你們都忽略一個角色 就大家談新竹 台北 叫蔡碧如 蔡碧如是這個 民眾的生命在柯文的生命中 非常重要的女人之一 對不對 這大概第三重要 第一他媽媽 第二他太太第三 蔡碧如 蔡碧如其實是有些維持的 對於黃山山選市長 要強力要求蔡碧如等於秘書長 你們很清楚了 然後要他加入民眾黨 可是黃山山一做民調 五黨比民主黨多五趴 那當然用五黨 這很正常 好 那蔡碧如 他們有些傳聞說 那你選上市長以後 你會幫忙 你五黨 你不是民眾 民眾黨可以約束 那你會支持柯文的選總統嗎 他有這個疑慮 那所以今天我覺得蔡碧如 角色是不可以忽略的 那這個走下來 那會怎麼樣 新竹跟臺北市換不換 我們現在籌碼比較少了 因為我們民調領先的時候 曾經第一名過對不對 然後比較好換 現在快自己當選了 所以換的話籌碼小一點 第二 第三 那誰誰角色出來 這麼危難的時候 誰是救火隊啊 誰是英雄啊 那個約翰委員 哇 那個黎明 從那個山坡這樣跑出來 韓國瑜啊 你不要忘記韓國瑜 韓國瑜一定去浮血哪裡 你知道嗎 病入高荒之處 如苗栗 如新竹市 他去 民調就弄起來了 韓國瑜 大功一件 大功 旋風再起啊 那厲害了 那小事一件事 他那個什麼年歷都賣光了嘛 那網路還是第一名嘛 那這個謝輔宏 民調跟中東已經拉平了 然後林各人坐熱望一了 那韓國瑜厲害了 那接下來這兩個救起來 會不會到六都 我們再看啊 小事還是出現 可是對於民黨來講話 現在新竹這一局 變成重中之重嗎 那包括高宏安 不過你們現在會怎麼樣看待 高宏安包括支撤會啊 所有這些事情 我其實我 我對我們新竹這一局 是非常樂觀 因為我覺得到最後比的是 這個候選人的能力 同時我覺得那種政黨之間的那種 核重連狠坦白講到最後 或者是甚至現在有的沒的 被形容成有一些條件交換 這些都會被選民唾棄 那我這樣講 我覺得這個小平實在是太厲害了 我其實佩服他 他很會扯 他可以扯到 你先聽我講 屬地主義 他連屬地主義都 這個都可以 可不可以 就可以扯出來 我跟大家講 選舉哪有什麼屬地主義 我舉例來說 我到臺南 我到臺南幫人家服選 我到桃園幫人家服選 我到新竹幫人家服選 我一樣可以幫林佳龍拉票啊 我一樣幫林佳龍拉票 我到臺南 我一樣可以幫我的子弟兵 黃淑勛在板橋選議員 我可以幫他拉票啊 這哪有什麼屬地主義 到哪裡都可以拉票 好 那我就話講回來 今天啊 這個高宏安 跑到這個臺中去 你不要忘了 剛剛有一個動作 那是一個菜頭 他是拿一個菜頭給他 我跟大家講 這百分之百 就是選舉動作 菜頭就是 例如說候選人 去這個掃市場之後 就會有這個支持者 就很高興地拿出菜頭出來 表示什麼 好菜頭啦 祝你當選啊 不然就是拿翁來 旺旺來祝你票 高票當選 和霸掌包仲 包仲 我們林佳人是包仲 包著加重子 那我的意思是說 強一些好不好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跑到臺中市 那個就是很明顯 就是故意要藉由 盧秀燕現在的高人 繼續拉抬他嘛 所以我跟大家講 其實看國民黨 到底有沒有挺臨跟人 很簡單 如果明天 你看今天這個 沸沸揚揚大 傳人這樣 依照國民黨考季會的速度 如果他真的要處理的話 以前處理王金平 那個多快啊 我跟大家講 如果他為了以正視聽 明天一早考季會立刻開 這個考季委員會說盧秀燕你昨天這樣的這個動作雖然不至於開除黨籍 可是好歹也停權你半年一個月的 這個才展現出那個那個整個黨籍 我跟大家講 選戰為什麼叫選戰 這不是開玩笑的 選戰之所以叫選戰 但是你知道選戰要投入所有的人力物力財力 那真的尤其國民黨經常有一些候選人 他常常講說我甘願落選不可以破選 甘願破選不可以落選 你又知道那個是投入多大的這個人力物力 可以讓你國民黨這樣亂玩嗎 你今天提名我林根人出來 然後結果這個六都重中之重的台湘市長 盧秀燕 跟我現在拚的火熱的這個高宏安 在那邊眉來眼去 開玩笑 我跟大家講 這件事如果不處理 我保證林根人明後天 一定是自己躲在棉被裡面哭 這個我跟你講這個傷害真的太大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要以為選民看不出來 你看這裡面充滿的就是那種全謀鬥爭 包括剛剛方老師還講說 甚至像北部都已經傳出黃珊珊 你只要這個低調一點 就有什麼樣的一個 但我不曉得這是不是真的 或許有很多陰謀論出來 可是那黃珊珊 你如果要拚的話 你就要像過去一樣 你給人家感覺就是說 你要像過去勢如破竹 每天都有議題 但是我看感覺 最近黃珊珊好像真的弱了一點 所以這個背後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我不知道 但是選民眼睛看得很清楚 OK 但是我不要講說 這些都是包括陰謀論 或是謠言的一些東西 因為選戰這個東西動輒 動輒會不會影響到未來的一些發展 將軍有什麼要補充 要簡單補充的 我跟你講 剛剛聽了小平兄講了以後 我突然間毛色頓開 對 我因為黃珊珊 這個這個盧秀燕市長 跟這個林根仁我都很熟 不要難過 小平這樣一解釋就通了 就是屬地主義嗎 對 屬地主義真的通了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民眾黨在臺中 有沒有推出市長候選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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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高黃是去幫盧秀燕輔選的 他是去幫盧秀燕輔選的 盧秀燕反正我是國民黨候選人嘛 你民眾黨的票給我 我也要 所以他是幫他輔選的 那盧秀燕到新竹去是幫林根仁 這是兩回事 這樣就兩回事 這兩回事 這個勞動家 這個大家幫你平衡一下 這不要讓林根仁哭得太難過